今天说说竞争最积累的新量级 因为哈比布推和2021年查尔斯奥利维拉崛起 新量级看起来进入了一个大乱战时代 特别是迈克勒·钱德勒的到来 颇有群雄逐鹿的味道 然而就2022年来看 比赛走势还是不难判断的 新量级的称重体重是155磅70公斤 但选手的临场体重大概会在80公斤以上 这个量级的选手的技术和力量 占比是非常非常大 只有力量或技术在这个量级都没有明天迟早去别的量级 所以能留下来打进前15排名的 绝对是综合格斗里综合能力最强的一群人 在这个量级里我们可以看到强力摔跤手 打击系高手慈系比赋互相厮杀非常精彩 从目前排名来看 冠军查尔斯奥利维拉将在5月7日迎战贾斯丁盖奇 这场比赛奥利维拉拿下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贾斯丁盖奇除了摇奖 其他没有任何能力可以抗衡如今的奥利维拉 特别是地面技术 这场比赛无论谁拿下 接下去面对的第二顺位挑战者 应该是2月26日大流石和伊斯兰·马哈切夫的胜者 伊斯兰·马哈切夫版面实力要比大流石更强一些 他一直是哈比布团队中的二号人物 目前在UFC打出九连胜 技术体系和哈比布如出一辙 我个人比较推崇哈比布的技术体系 虽然难看但胜率其高 有对哈比布技术体系有兴趣的 可以翻翻我以前的技术解析视频 简单说一下 这是通过自由胶把对手带到地面 接柔术控制降服 当然里面衔接的地方有很多学问 这里就不展开了 因为相比柔术系选手 哈比布这套体系的take down 威力要大很多 柔术系的摔跤一直是短板 很多时候带不到地面 就没后面的事了 而且MMA不同于柔术 不需要掌握太多的柔术技术 只需要着重力一部分就行了 其他就是一些位置的争夺以及转换 这大大铁链的柔术技术 拿纯柔术去打MMA 看一下被椰子王做得没脾气的 希克森格雷西的儿子卡龙就行了 行不通的 站立的话 摔跤手的爆发力都比较强 那一手重拳顶到龙边 半摔倒地就这么简单 别说摔跤手站立不行 重炮手大概率是摔跤出身 如果马哈切夫和奥利维拉比较 我会更看好马哈切夫一些 这场比赛就是拼站立 谁也不愿意去地面比柔术 拼匕手太危险 搞不好北崖一回合容错率太低 奥利维拉的问题是 即便是过了加斯汀盖奇这一关 脑袋瓜子估计也被揍得够呛 今年能不能打第二场都是个问题 盖奇和马哈切夫又同一个经纪人 阿里肯定会来点小阴招 接下来达斯汀普尔利尔 麦克尔钱德勒 团尼福格森 看到麦格雷格 还有吉莱斯皮 目前是前十 但还没安排对手的选手 他们应该会配对出一道两场 大家很关心嘴炮 我会放在最后说 先说钻石 钻石在2018-19年的状态是很猛的 把贾斯汀盖奇 埃迪埃瓦雷斯 马克斯哈罗威全给咔嚓了 带于嘴炮打了两场红内裤比赛后 状态开始下滑 一下子被奥利维莱打过原形 算算也差不多该过巅峰了 也得过临时冠军 够本了 现在估计也看不上这些小比赛 没必要再为腰带牺牲健康了 今天我看他是不太会接比赛 麦克尔钱德了 这个人干了UFC的时候势头很猛 好多人都看好他 其实我在他背来头崴脚那场比赛 我就开始研究他了 总体来说是个操哥 很难在顶级对抗中占据上风 但他下布里下巴肯定是吹咕拉朽的 估计他和吉莱斯匹会搞一搞 毕竟这两人都还想拿冠军的 吉莱斯匹很多人都记得他被凯文利踢晕了一次 其实他还是很猛的 战绩也漂亮 又是NCAA一级摔跤手 好好打排名冲进前输 明年给挑战权也不是不可能 麦克尔钱德了算是他老对手了 大学摔跤比赛吉莱斯匹赢过钱德了 让他们在八角龙再比一场 我想大家都想看吧 实名开外我就简单的过一下 第十四的布拉德里里德尔 踢拳规则输给过一龙 可能是当时背黑了 也有可能当时手头有点紧 不过没关系 19年算正儿八经开始打MMA的 地面有点稀松 前面这个摔跤手随便一个就够他瘦的了 没有希望 第十三的亚美尼亚人阿尔曼萨鲁基安 只有25岁 是个年轻选手 谁知道年纪轻轻 一来UFC就位给了伊斯兰拉马哈切夫 差点给打出阴影 不过他还年轻 打出来都比较平均 后面几年提升一下还是很有可能的 2022年就没什么机会了 第十二的马托斯·加姆罗特 在UFC只打了四场比赛 目前的是一个三联胜状态 他来自波兰的KSW组织 是个摔跤手 而且是86是黑的 身体素质好打法也比较暴力 排名靠前的老将还真得小心这个人 很有可能就被当身这包送了 这个人今年肯定会有个前时的来验验货 谁呢 但货可概率比较大 第十一是拉菲尔菲斯耶夫 这是一位来自阿塞拜疆的泰拳手 这个人绝对是个硬骨头 战力硬度在轻量级很有看头 低扫有力 拼拳够狠 短板还是地面 遇到肖交手包尔达 UFC派出多斯安乔斯 将和他在2月19日的格斗之夜活并 多斯安乔斯的次中之旅不顺 又将回到轻量级 但战绩也不是很理想 职业生涯也快到头了 这次新任要上位 他肯定会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 好好检验检验成色 最后说说嘴炮 嘴炮在这个量级 甚至是UFC都是孙悟空待遇 超脱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想打谁打谁 以为能卖PPV啊 所以白大拿把他当菩萨一样供着 但现在接连几场吃鸭 腿都被打断 人气下滑严重 没那么多资本叫板白大拿 今天腿好了应该会有一场 看来看去我发现一个大问题 那这是前15他一个都打不过 我帮他挑一个吧 托尼富克森 他俩打我愿意掏钱看比赛 其实他还有一个可以打的 就是多斯安乔斯 这个人其实把嘴炮害得不轻 当年嘴炮击败奥多 准备就是马上挑战 当时的清浪级冠军 多斯安乔斯拿双冠王 谁知道多斯安乔斯退赛了 嘴炮就去打小马力联手 结果赢勾翻船 二番战靠裁判赖了一场胜利 好不容易遇到正路 这时候多斯安乔斯又被 埃迪阿尔瓦雷斯击败失去奥带 他们等于又跃不成了 之后嘴炮打翻 埃迪阿尔瓦雷斯 想出出气 而且现在多斯安乔斯 也算前实力比较软的一个 另外大家肯定也很想看 潜德勒打嘴炮 这场比赛也不是没有可能 只不过潜德勒名气不够大 够不上嘴炮的盐 清量级明星选手个性鲜明 技术出众 而且颜值也不错 在UFC各量级里属于人气超高的一组 因为这个量级选手的体格 在欧美中算中等水平 造成参加这个量级的选手也极多 竞争激烈 在前15名之外 也有比如Pat Pimplet这样的新秀正在崛起 想要在这个量级脱颖而出 除了要有过硬的拳头 还要打得漂亮 还必须要有强大的整活功夫 UFC是赛事组织 赚钱是放在第一位的 不是天下第一舞蹈会 没有那么纯粹 所以不要太把UFC的比赛当成一回事 还是那句话 比赛精彩 看得过硬就行 喜欢我的频道可以点一下订阅 也欢迎你们私信给我 或者通过主页的联系方式联系到我 咱们一起交流